夏克利已抵达台湾省,将与黄嘉谦打离婚官司,否认自己精神有问题 11月9日,据报道,一人夏克利已经乘坐飞机从加拿大抵达台湾省,将与前妻黄嘉谦打离婚官司,近日就会出庭 夏克利表示,由于黄嘉谦持续紧咬不放,进行并不顺利,目前呈现僵局状态,原本预计11月份开庭,但现在已经延期到明年 夏克利与黄嘉谦曾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,婚后育有一女夏天,凭借亲子综艺爸爸去哪成为童星,聪明可爱的形象圈粉无数,备受喜欢和关注 夏克利与黄嘉谦也因为女儿的关系被大众熟知,两人走到离婚这一步,属实让人意外和惋惜 此次夏克利接受媒体采访时,否认自己的精神状况有问题 另外他也表示,会努力找到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那个人,也就是女儿 对于离婚官司,黄嘉谦似乎很有把握打赢,起诉前不久他还带着女儿夏天逛街购物 离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,希望他们二人不管结果如何,都要尊重女儿夏天的选择 离婚